女星红毯拼命系列 凌云参加风尚大典红毯时 一身紫色的紧身收腰礼服 头戴紫色发簪 一身搭配上下很实呼应 无奈裙子设计的太贴身 凌云只能全程吸着气 样子看起来很奇怪 看着都替她累得慌 孙莉参加某活动时 虽然只是简单的职业西服 外加淡粉色外套 但也不失体现孙莉的优雅 尤其是脚穿15公分的恨天高 这种鞋子一般人是无法驾驭的 看着她弯成90度的脚 为了眉也真是够拼命的 刘涛参加某活动时 身穿黑色肩红的长款礼服 好身材衬托得很是完美无瑕 但因为礼服设计的太紧 连坐沙发都成困难 刘涛只能坐在沙发的把手上 给人一种很尴尬的感觉 张萌在参加微博之夜时 身穿素腰宫廷绿色礼服 腰线体现的极致完美 可隔天张萌就把自己勒进了医院 医生诊断为骨折 这就是传说中美丽的代价吧 迪丽热巴参加某红毯时 身穿灯笼袖的宫廷风托尾长裙 民国韵味十足 只因礼服下摆太重 所以迪丽热巴的行动很受限制 因此大家才会看到走正步的迪丽热巴 不过倒也很可爱的 宋倩参加某红毯 一身抹胸白纱礼服鱼威礼服 竟显傲娇身材 只是裙摆设计太紧 无奈只能迈着扭捏小步 踢着裙摆行走 画面也是十分尴尬 以上这些明星 你们觉得谁最拼呢